三分钟读心经十八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境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境 是佛教描述空性的一个部分 在佛教中年老范文 以及死亡范文 MRA是生命的自然现象 而亦无老死境 进一步说明不仅生命的衰老和终结不存在 连这种不存在的状态也没有尽头 也就是说空性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状态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境 合起来强调了佛教中空的概念 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合合而生 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 生老病死是生命的四个阶段 是友情无法逃避的现实 无老死和无老死境 则是用来描述在空性的观点下 这些现象是如何不存在的 无老死指的是在空性的视角下 生命的衰老和终结并不具有势直性的存在 它们不是永恒不变的 而是随着因缘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无老死只通过修行达到涅槃的境界 超越了生老病死的轮回 以无老死境进一步强调了涅槃的境界 意味着连生老病死的终结也不存在 是一种彻底的解脱状态 明 范文意志智慧知识 其相反自为无明 范文 是名为烦恼的别称 在佛教的十二因缘 范文 爱尬理论中 无明占据首位被认为是一切苦恼的根本 无明源于对法界的不如实之见 导致人们造作颠倒的行为 它代表了一种斗魅事物 不通达真理与不能明白 理解事项或道理的精神状态 具体来说 无明极为不达 不解不了 其自相常表现为愚痴 因此 无明广泛的指代 缺乏智慧与愚痴的状态 无无明的无明 通常指的是对佛教真理的无知或迷惑 而无无明则意味着 没有这种无知或迷惑的状态 或者说无知或迷惑本身也是空的 没有固定的实体 一无无明镜 这里的镜表示 结束或穷尽 这句话是说 无知或迷惑也没有一个终点或结束 因为无知或迷惑本身就是空的 没有固定的开始和结束 乃至无劳死 一无劳死尽 这部分进一步扩展了上述观念 将空的观念应用到生死等更广泛的领域 它表示 生命的衰老和死亡也是空的 没有固定的实体也没有开始和结束 阐述佛教的空的观念 其一切法都是空的 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 这种观念是佛教哲学的基础之一 它强调了对现象世界的超越性理解 即一切现象都是暂时的虚幻的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摆脱迷惑和痛苦 达到涅槃的境界 十二因缘是佛教中解释生命和宇宙 现象的相互依存和因果关系的一种理论 它们依次是无明 行尸名字六入畜兽 爱取有生劳死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劳死 亦无劳死尽是对十二因缘的逆序否定 意味着通过修行和觉悟 可以超越这些因缘的束缚 达到涅槃的境界 无无明 无明是十二因缘的起点 指的是无知或无明的状态 是一切烦恼和苦难的根源 无无明意味着通过智慧的觉悟 可以消除无明 一无无明尽 进一步强调无明的消除 意味着连无明的终结也不存在 因为已经超越了无明的状态 乃至无劳死 这里的乃至是直到的意思 表示从无明一直到劳死 所有的因缘都不存在 亦无劳死尽 同样强调老死的终结也不存在 因为已经超越了生死轮回 通过修行和觉悟 可以超越生死轮回 达到涅槃的境界 这是一种对生命终结意义的探索和追求 对生命终结育的探索和追求